在这几个礼拜当中 上帝给我的感动 是用尼西米记第八章 第九章第十章的信息 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 在这个礼拜准备的时候 神感动我 在这几个礼拜 这个月里面 用来显示 第八第九第十章的经文 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我们需要经历 上帝所带给我们的福兴 就是我们要经历 神带给我们的福兴 所以今天我给你们的题目 是水门大福兴 今天给大家提醒 就是一个水门的大福兴 美国的水门事件 把尼克逊总统 在1974年拉下台 美国的水门事件 1974年 将这个尼克逊总统拉了下来 但是圣经里面的水门 却把福兴带给上帝的儿女 但是圣经里面 这个水门的事件 它是将福兴带给神的儿女们 在尼西米记第八章 第一到第十二节 尼西米记第八章一到十二节 我们就用起应的方式来念好吗 我们用一个启应的方式来读好吗 我用国语来读第一节 你们用广东话和国语来回应第二节 第一节我们用广东话和国语来读第二节 尼西米记在九月第八章 从第一到第十二节 尼米的八章一到十二节 第一节说 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请文士以色拉将耶和华借摩西 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 七月初一日 祭司以色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 回应的时候呢 请国语跟广东话的一起回应第二节 那我现在读第三节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从清早到享午 在众男女一切 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 读着律法书 证明刺耳而听 文士以色拉站在这世的被的木台上 以色拉站在众名以上 在众名眼前展开这书 他一展开 众名就都站起来 以色拉清重耶和华自大的神 众人都举手应声说 阿门 阿门 就低头 面伏于地 敬拜耶和华 耶稣亚尼尼 斯利亚 亚民 亚古 沙比泰 河地亚 玛西亚 基利他 亚撒利亚 约沙巴 哈南 毕拉亚 和利未人 使百姓 明白律法 百姓 都站在自己的地方 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 讲明意识 使百姓明白所念的 省长尼西米合作祭司的文士 以色拉并教训百姓的 说今日是圣日 不要作声 也不要忧愁 众名就去吃喝 也分解人 大大快乐 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 求你 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心来 接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 奉靠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 阿们 阿们 在这一群的子民聚在水门面前的是那些被辱到巴比伦以后继续在波斯帝国的时代被放住在外面的犹太人 这一群聚在水门前的人是当年被辱后来在马大波斯的时候被放到回来的这一群的百姓 他们得到波斯王的特别许可回到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来重建这个城墙 他们得到波斯王的许可可以回到自己家乡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在尼西米的领导底下 他们重建了城墙 他们装上了这个大门 以后整个城市就巩固起来了 这个硬体已经预备好了 但是软体还没有预备好 这些人的心智对神的尾声还没预备好 因为没有预备好的话他们又回到以前的老问题 就是他们又回到了敬拜偶像 离弃耶和华的道路上 以后神的审判又会领到他们的身上 这种恶性循环如何得到宗旨 从何开始呢 他们一开始就回到上帝的话 他们一开始翻到神的说话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的教会也差不多在同样的处境上 我们教会也进入了一个建堂的事工 一步一步的把我们的新的礼拜堂盖起来 这个硬体的设计一步一步做起来是容易的 但是这个软体也必须预备好 但是我们的软体也要预备好 那个软体就是你跟我 这个软体就是你和我 我们需要一个核桃式第一华人进行会的复兴 因为只有当我们被复兴之后 我们才能够进入那个新的礼拜堂 有一万四千平方尺的地方 来建立一个蓬勃的教会 因为我们复兴之后才能够进入到 这个新的礼拜堂一万四一四的地方 来建立蓬勃的教会 能够备征门徒 而且延伸更多蓬勃在本地海外的教会 而且我们要建造门徒 而且在本地海外 衍生更多建造门徒的教会 这是怎么开始的呢 在第一到第八节告诉我们第一点 就是他们渴慕上帝的话 第一到第八节开始 第一点就是他们慷慕神的说话 在七月的第一日 就是犹太人新年的时候 他们开始了这个工作 七月第一日就是犹太人新年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这个工作 他们来到水门的宽阔处 因为让更多的人可以一起来聆听 来到水门前这个空旷的地方 因为可以用更多人来听 如果在圣殿里边女人就不能进去了 儿童不能进去了 女人小孩进不去 但是这个时候他们邀请所有听得懂话的人 都一起来接受上帝的话的教导 但这一次你听到所有听得明白 会听得明白的人都来到开始 我觉得带到水门前是非常有意义的 带到水门前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在水门前就提醒我们这个水是赐给人生命的 没有水就没生命 这个水门这个水就是带给我们生命的 没有水就没有生命的 就好像上帝的话赐给他的儿女生命 才能够做上帝的事工 就好像神的说话 带给神的子民有生命才能够做到神的工作 你可以看到他们对神的话有非常大的渴慕的心 他们对神的话有非常大的渴慕 因为他们主动的要求文士 这个以色拉让他把神的话带来 在众民的面前送出来 因为他们主动的邀请文士 以色拉在众人面前将神的话读出来 这个律法书包含了摩西五经 而且他们站了多久的时间 从清晨到晨午 他们站了多久啊 从早上一路到晚就 差不多五六个小时的时间 五六个小时 没有人离开 没有人走 大家都在聆听上帝的话 每个都在听成的说话 这种的事情在我们教会绝对不可能发生 这个事情我想我们教会不会发生 不但是我们教会 我想现代的教会恐怕都不能发生 不单单我们教会 我想现在的教会 这个时代教会都不会 我们讲到稍微超过了四十五分钟 你就受不了了 我们讲到比四十五分钟长一点 你都忍受不住了 再精彩的讲言过了 一个小时也差不多了 再精彩讲完讲到一小时 我们现代人的注意力越来越短 现在现代人的注意力越来越短 我们能够忍耐聆听的那种程度 越来越少了 我们能够忍下去听的那种程度 我们有太多的刺激 有太多不同的东西 使我们分心 我们有太多刺激 太多东西令我们分心 但是他们那个时代 是一个口传的时代 他们可以站着听五六个小时 上帝的话 那个时候在一个口传的时代 他们可以很容易的 站五六个钟头 就听神的说话 因为他们心中渴慕这个话 因为来心渴慕神的说话 在台上还有13个人跟他站在一起 在台上还有13个人跟他站在一起 右边六个 左边七个 右边六个 左边七个 大概他们的身份就是文士 或者是祭司这一类的 你应该都是文士祭司这一类的工作 学者认为应该不是 以色列一个人 把他五六个小时都念完 应该不是以色列一个人 五六个钟头都读完 恐怕他都口渴了 大概是这13个人 站在会中面前 跟他轮流读律法书上的话 这一种的渴慕在什么地方呈现出来呢 有三个表现 在我们的投影片上会告诉你 第一 他们侧耳而听 他们很流行的 好像把耳朵贴在圣经上 就一直聆听下去 然后他们在聆听的时候呢 这个以色列是站在一个平台上面的 当你听的时候 以色列站在一个平台上面 是特别为了这个节日而设计的 是特别为这个节日而设计的 所以你知道他们是有备而来 他们是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进行这个工作 他们是有备而来 有充分的准备来做这件事 第二他们态度很专严 他们态度很专严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他把书一展开的时候 全会众就站了起来 当律法书一打开 全会众就站起来 所以有的时候崇拜我们读圣经 也喜欢叫你站起来 有时候呢 我们崇拜读圣经 都希望等于这次我可以站起来 经常就追溯到这一节的经文 表达对神话语的尊重 那这个呢 追溯到这段经文 就表达对神说话的尊重 不单是这个文士站在台上 不单是这些不同的13个人 都站在台上 台下的人全都站起来 一起聆听上帝的话 不单是文士13个人 站在台上 全部的会众都站在那里 听神的说话 第三个表现就是 他们是全人的回应 第三个重点就是 他们全人在那里回应 当神的话一展开的时候 当神的话一打开 他们站了起来 他们就站起来 他们用口头上回应 阿们 阿们 他们的嘴上就说阿们 阿们 他们的肢体语言表达得充分 他们的肢体语言 很充分地表达 他们举起手来 他们举起手 他们低下他们的头 他们低下他们的头 他们敬拜上帝 他们要敬拜上帝 他们扶在地上 我们放在地上 敬拜上帝 这个充分地 全人的敬拜 来回应上帝的话 充分全人的敬拜 来回应神的话 这个提醒你跟我一件事情 这个提醒了你和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热爱神的话之前 你要先热爱 给我们这些话的上帝 当你要热爱神的说话之前 你要热爱这位 给祂的说话 我们的神 你先热爱上帝 你就会热爱上帝的话 你如果热爱上帝 你就热爱上帝的说话 在他们敬拜的里面 他们珍惜每一句 所读出来上帝的话 关于你敬拜的时候 他就很珍惜 每一句读出来的说话 第七第八节 告诉我们旁边站的 第十三个人 帮助他们走在会众当中 把神的话讲解得清清楚楚 第七第八节 这十三个人走在会众中间 帮助他们清清楚楚的听见 因为圣经说 百姓们站在自己的地方 圣经说百姓是站在自己的地方 但是这十三个人 他们就走到会众当中 把神的话讲解得更加清楚 这十三个人走到会众中间 是将神的话讲得更加清楚 把神的话清楚地念出来 把神的话很清楚地读出来 然后把神的话解释出来 把神的话解释出来 英文申请说 把神的话显得很有意思的 把神的话表达得非常有意思的 明白神的话跟我的关系 明白到神的话和我今天的关系 目的是他们明白了上帝 对他们所说的话语 目的是明白神对他们所说的话 在一个福兴的生命当中 的表现就是一个对神的话语 有极大渴慕的心 一个福兴的生命里面 就是有一个对神的话极大的渴慕 你知道最好吃的食物是什么吗 你知道有什么最好吃的吗 满汉全席你们可能也吃过 满汉全席你都吃过了 各国的那些佳肴可能也尝过 每个国家的佳牛你都尝过了 但是有人说的最有意思 有人说的最有意思 他说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当你肚子饿的时候的东西 最好吃的东西是当你肚饿的时候吃那些东西 你肚子饿的时候 那个食物一定是最好吃的 你肚饿的时候当然一定是最好吃的 蓝吞虎烟把它全都吃下去 你狼吞虎烟全部吃下去 我们今天是有印刷出来的圣经 我们今天是有印了出来的圣经 我们也有电子版的圣经 都有电子版的圣经 我们也有云端上的圣经 又有在云端上面的圣经 但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就是对神的话的那种渴望 今天我们最需要就是对神的话的渴望 那种可以站着五六个小时 聆听上帝话的那种饥渴 又愿意站五六个小时 神的话那种是饥饿的心 弟兄姊妹真是不容易 第一姐妹很不容易 不要说你不容易 牧师们也不容易 没有说你不容易 我你都不容易 你什么时候看过牧师站在那个地方 听上帝的话听了五六个小时 你什么时候听过牧师 站到五六个小时 听人家说话 我们退休会一天讲两堂道 你都觉得一点都受不了了 一讲两天 你觉得很够了 不像三十年前我们退休会一天听五堂道 不同很多年前 我们退休会一天是讲五堂道的 然后听一个礼拜 不是一个礼拜 都要昏过去了 哇 真的听到闻了 但是灵性就慢慢慢慢的成长了 但是我们灵性是慢慢慢慢的成长 有的时候我们吃了太多垃圾食品 今天我们吃了太多垃圾食物了 东吃西吃 没有胃口吃上帝的话 东有吃西有吃 结果没有胃口吃成的说话 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太复杂了 太多事情引起我们的注意 让我们去看去听 结果没有时间来读上帝的话 今天我们的生活太复杂 太多东西 令我们分心 我们没有时间去听神的说话 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有的时候你太依赖你的牧师了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有的时候你太依赖你的牧师 你太依赖你的牧师 每个礼拜跟你讲那一篇的道 你太依赖牧师 每个精神跟你讲过一篇的道 我们尽量讲得好 我们是尽量讲得好的 准确 尽量讲得清楚跟你生活有关 尽量讲得清楚跟你生活有关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但无论怎么样 你还是透过第三者的 你仍是透过第三者 你是透过一个牧者来聆听上帝的话 你是透过牧者来听神的说话 今天我们真想告诉你 你可以自己 你自己来读上帝的话 我们想告诉你 你可以自己来读好神的说话 让上帝透过圣经来 告诉你他对你的心意 你可以回到那个原点 不需要透过第三者 你可以直接去到圣经面前 不需要透过第三者 很多时候透过第三者 你就等那个主日 如果透过第三者 你就等个礼拜日 或者平时的时候 看看一些YouTube的一些讲道 或者有时候 你去看一看YouTube上面的广告 或者听一些广播 一些讲得非常精彩的牧者 或者看一些广播 讲得非常精彩的牧者 但是你自己不懂得 怎么样翻开圣经来读神的话 但可能自己就不懂得 打开圣经读成的说话 这是何等遗憾的事情 这个很遗憾的 我们真是希望鼓励你 一个福星的生命 是自己会去找东西吃 自己会去寻求神的话语的人 我们希望一个福音的生命 就是你自己懂得 去找圣物 自己能够读圣经的一个生命 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 我们诗篇第一篇所说的 就夜思想神的律法 这人便为有福 就夜思想神的说话 这个人便有福 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之 夜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净都顺利 产生一个渴望神的心 使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福星的心灵 产生一个 看不神说话的心 是我们可以得到福星的一步 但是我们来到一个更重要的部分 来到更重要的一步 就是第二个大点 第二个大点 就是要以喜乐来回应神的话 就是用喜乐来回应神的说话 因为可能读的人还是不少的 其实读圣经的人可能都很多的 但是读了之后没有反应 但是读了之后没有反应 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有极大极大的反应 但是这些以色列人读的时候 有很大很大的反应 带来生命的改变 带来生命很大的改变 带来内心 上帝给他的那种切入点 带来来生里面 整个说话对于一个切入点 第九节告诉我们 省长尼西米祭司 文士以色拉 教训百姓的利未人 对众民说 今日是耶和华 你们上帝的圣日 不要悲哀枯息 这是因为众民听见 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 第九节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为了上帝的话哭过 我不知道上一回你听讲道的时候 圣经哪一句话感动得你 令你掉下眼泪 不知道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你听讲道的时候 整个话令到你流泪 但是这一群的子民 渴望上帝的话到一个地步 神的话 触动他们的心 使他们哭了 悲哀大哭 但这帮人是因为 很渴望神的说话 因为神的说话 触动他们的心灵 他们听着神的说话 就悲哀大哭 他们为什么哭了 为什么哭呢 因为他们看到了光明 就看到自己的黑暗 看到光明的时候 就上到自己的黑暗 他们看到标准 就看到自己的不足 你看到那个标准的时候 发现到自己不足够 他们看到正道 就看到自己的歪道 你看到那个正的路的时候 发现自己走歪了 走错了 当我们在一个标准 真理的光照底下 我们难免就开始 看到自己的状态 我们在一个标准 真道的这个亮光下面 好像看到自己 走歪了的状态 这个团队 尼西米 伊斯拉和利维仁 有一个共识 就是看到这些百姓 被他们自己的罪恶 被他们自己的悲逆 产生了极大的哀动和情感 因为上帝的话 好像一面的镜子 好像一面的镜子一样 好像雅各书第一章所说的 神的话听了之后 没有去做的话 就好像一个人看了镜子 造出自己的原形 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有亚各书所说 读到一整个书 好像照了一种镜子 但是看了之后 照出原来的样子 但是没有做任何的 所以有的人不敢读圣经 所以有的人不敢读圣经 有的人也不喜欢读圣经 只是一面镜子 圣经也好像一个铁锤这样 圣经不单是好像一种镜子 还好像一个铁锤一样 在耶利米第23章告诉我们 在耶利米书23章这么说 他说上帝的话 好像铁锤可以敲碎磐石 那里说 耶利米说 好像铁锤可以敲碎磐石 把一些刚硬的心灵 不愿意悔改的心给敲破了 把一些刚硬的心灵 不愿意附近心来到敲碎去 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 上帝的话好像是两刃的剑 这个两刃的剑 两边都利 刺进去的时候 是刺得最深的 这个剑两边都利 一刺进去的时候 刺到最深入 它刺到我们内心中里面 真正的状态 能够入到我们心里面 最真正的状态 把我们隐藏的动机也造出来 隐藏的动机也显露出来 把一些我们自以为是的 从来不告诉别人的事情 都给光照出来 从来不告诉别人的事情 都可以光照出来 这个利剑是一直刺到内心的 最根本里面 这个利剑是心里面 最深入的最根本的地方 神的话是他们悲哀哭泣 神的说话令到悲哀哭 我想当我们要复兴的时候 我们要愿意 坦诚地面对自己 当我们要复兴的时候 一定要坦诚地愿意面对自己 15年前 我们的教会 就差不多进入一种停滞的状态 大概15年前 我们的教会 差不多入到一个 差不多停止的状态 15年前 我们的教会成长到 大概是1000人左右 然后我们就保留在那个位置 15年前 我们的教会成长到 大概1000人左右 得到现在了 人数不是一切 但是人数是一个可以让你反省自己的一个数据 但是人数是令我们去反省自己的一个数据 10年前我们经过一个领袖的一个矛盾 离开了几个牧者 也离开了一百多位的弟兄姊妹 在10年前我们经过内部的矛盾 离开了几位牧师 离开了一批的电影节目 那个对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对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们就蹲下来再填自己的伤口 我们那时候就停了下来 蹲下来好像扔回自己的伤口 慢慢慢慢的医治治疗我们的伤口 慢慢来到医治治疗我们受伤的地方 然后我们慢慢就康复了 慢慢康复了 但是问题是这样 问题就是在这里 当我们习惯再蹲下来填自己的伤口 康复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蹲在那个地方 但是当我们一路是这样蹲在那里 来填自己的伤口疗伤的时候呢 慢慢就习惯就这样蹲在那里 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新常态 我们就一个很深的状态停在那里 就是一个非常被动负面 一种不愿意再前进的一种状态 就是一个很被动很负面 不愈再起来的前进的状态 因为我们害怕 因为我们害怕 我们害怕又产生矛盾 我们害怕又再有矛盾 我们害怕万一又来一次怎么办 我们害怕如果再来一次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心中还在隐隐作痛 不想再重复这一种很惨痛的经历 我们的心里面隐隐作痛 我们不想再重复过去那种的伤痛 弟兄姊妹 我们怎么样从这一种的常态里面走出来 我们怎么从这种的常态里面走出来 就是上帝的话 就是神的说话 神的话给我们力量勇敢地继续站起来 继续前进建立一个蓬佛的教会 就是神的说话 使我们继续站起来前进建立蓬佛的教会 使我们可以爱的生 活的争 能够舍得给 也能够出得去 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得真 爱的心 舍得给 行得出去 不要再悲哀哭泣吧 以色拉尼西米和众利为人提醒他们 今天是耶和华的圣日 你们不要忧愁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所以你先提醒他们 今天是主的圣日 不要忧愁 因靠尤德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能够承认自己的不足 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 是好事 承认自己不足 看到自己的软弱是好事 我们有希望了 是有希望了 我们可以去面对他了 我们愿意这样的面对了 但是不能停留在那个地方 但是不能够停在这里 我们必须继续的再走下去 我们必须继续的走下去 他提醒他们 这是神给你们的圣日 这里说 今天是主的圣日 那是新年的第一天 这个是新年的第一天 是你们的吹角节 是你们的吹角节 你们在那一天 要欢庆 要喜乐 要敬拜 是那天要高兴 要欢喜 要敬拜 不要停留在悲哀 哭泣的那个阶段里面 不要只是停留在 悲哀哭泣的这个阶段 不但是因为这是 圣日太亚提醒他们 神所赐给你们的喜乐 靠神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不但这个是一个圣日 更重要的是 你靠神得的喜乐 才是力量 在悲哀 哭泣的里面 不会是你前进的 如果只是悲哀哭泣 你不会前进的 在悲哀 哭泣的里面 你反省 你思考 你在悲哀哭泣 你就是反省 你又思考 你面壁三思 你来到面的 你又三思 但是是神 所赐给你的喜乐 是上帝 所赐给你的同在 让你有力量 继续走下去 是神给我们的喜乐 是神给我们的同在 神给我们的力量 继续走下去 所以在悲哀哭泣当中 文士 以色拉 尼西米 和这些其他的这些人 一起鼓励他们 要有大大的喜乐 所以在悲哀哭泣里面 以色拉文士提醒他们 你们要大大的喜乐 他们从那个地方得着力量 在那里得着力量 他们信靠上帝的力量 因为上帝宽恕他们的罪恶 他们靠上帝得起乐力量 是因为神宽恕了他们的罪恶 因为上帝给他们的爱不改变 因为神对他们的爱 没有改变 因为他们与神的关系 重新复合了 因为从神的关系 重新的复和 这就是他们前进的力量 这个就是前进的力量 我希望我们教会 进入这个新的年度 也是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我们教会的生意年度 都是入到这个地步 这个阶段就是 FCBC Walnut 我们的圣日 今天就是我们 在同时第一个人 这么说的圣日 是我们从悲哀哭泣 能够进入 大大喜乐的一个转折点 是我们从悲哀哭 一转入大大喜乐的一个转捋点 我们承认我们的不足 我们是承认我们不足 但是我们也欢庆上帝 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和力量 但我们又欢喜的庆祝 神带给我们的喜乐和力量 一起吃喝 一起快乐 一起庆祝 一起喜乐 一起快乐 一起庆祝 在今天我所给大家的 一个信息的焦点 就是神的道 复兴了上帝的儿女 去回应神 所赐给我们的机会 今天最主要的重点就是 神的真度 复兴了神的预女 使我们能够回应 神给我们的机会 就好像以色列人 已经重建了他们的城墙 就是以色列人 已经重建了他们的城墙 他们有新的可能性了 他们有一个新的可能性了 上帝带来新的机会了 神给我们新的机会了 对我们来说 也是我们重新 更新我们对上帝承诺的时候 这个都是我们重新 更新我们的承诺的时候 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 一万四千尺 平方尺的一个建筑 来继续建立一个蓬勃教会 是神给我们一万四千平方尺的地方 来建立一个丰富的教会 就好像我们在推出会 跟弟兄姊妹的分享 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母会在这 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母会在一个地方 因为一个强大的母会 才能支持其他的分堂 其他的宣教事工 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母会教会 才能支持其他的分堂 其他的宣教事工 一个强大的母会是以 门徒训练为中心的 一个强大的母会教会 是以门徒训练为中心的 鼓励广东堂和国语堂的弟兄姊妹 都要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鼓励广东堂 国语堂 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自己成了门徒以后 才能够背证门徒 使别人也做门徒 你自己成为门徒了 才能够背证门徒 使其他人都是门徒 一个强大的母会 一个强大的母会 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 我们在未来希望再开多一个分堂 我们有个弟兄姊妹在前面 可能未来我们多开一个分堂 在祷告 在思考 在策划 我们在那儿徒告 在那儿想 在那儿策划 然后第三 我们希望有五个 普世宣教的伙伴 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 在普世有五个的宣教伙伴 我们希望上帝带给我们看到 那五个不同的地区的教会的宣教的需要 我们愿意分享我们的资源 我们希望神带给我们看到 那五个地区宣教的需要那些情况 以至我们能够和我们分享神给我们的资源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但是你要先从神的道开始 让神的道复兴 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 去回应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些机会 我们要有神的书画 来复兴了我们这群作为神的乙女 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应神所给我们的机会 在结束的时候 我要有弟兄姊妹参与两个工作 这是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做的 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做的 第一就是请你下载这个YouVersion Bible App 在YouVersion.com 所以如果你有手机 你可以下载这个YouVersion的圣经的译本 到今天为止 这个下载的量 已经是三亿三千万人下载的这个量 到今天为止 下载的量已经超过三亿三千万 也是我所使用的 这个都是我所用的 下载了之后 你就进到圣经那个部分 它有一个圣经读经计划 你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 这个应用程式之后 又有一个入到圣经部分 就是你读经计划的部分 请你开始读圣经的话 请你开始按照这些计划来读神的说话 它有一个计划 是一年读完整本圣经 它有一个计划就是一年读完圣经一次 就是我们从教会的新年度 九月开始 如果一开始读的话 读到明年八月三十一号的话 我们就把整本圣经读完了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圣经读开始 如果你今天开始来读的话 到明年的八月三十三十一号 我们就读完圣经一次了 一天大概是三章到四章的圣经 每一天平均是三章到四章的圣经 你说哎呦好辛苦好难 你觉得真的很难 你要记得他们是读 占了五六个小时听上帝的话 你记得他们是站了五六个小时 在那里听整个说话的 你就很感谢主 我们的牧师没有要求我 站着五个小时来读YouVersion 我们很感谢神 你应该感谢神 我们牧师母 我们站五六个小时来读YouVersion 当然我这样要求你们全都跑光了 如果我这样要求你 我想你们走一走离开了 但是我是很认真的 但是我很认真的 你说牧师你自己读吗 但是牧师你有没有读啊 以身作词 以身作词 我有读 我也是用YouVersion 我应该努力一点 我要再努力一点 我是三个月读一次圣经 我是每三个月读完圣经一次 所以一年读四次圣经 每年读完圣经四次 牧师嘛 得这么做是吧 做牧师一定要这么做 应该的 应该的 那我以身作词了 我以身作词了 我现在读到猎王记下了 现在读到猎王记下了 就是第二次读了 今年第二次读了 今年第二次读了 那么你们开始读好不好 你们都开始读好不好 把它下载了 然后进到读经计划里面 你不要下载以后就没有行动 你下载了之后 你要入到读音计划里面 不要下载了又不动 因为下载了一袋的东西 从来没有用过 其实我们手机下载了很多东西 从来没有用过 那我们大家一起走 一起读圣经 我们一起来 一起读圣经 读到明年八月的时候 我们的新的礼拜堂 也应该盖好了 读到明年八月 我们新的礼拜堂 应该做好了 在那个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读经计划 一起线上来奉献这个礼拜堂 在那个时候 我们将读经计划 好像一个祭一样 在新的礼拜堂献给神 因为硬体很辛苦 还是容易一点 但是软体 我们这个人没有预备好 我们没有办法来建立主的教会 硬体是辛苦一些 但一定做得倒 但软体我们更加要花时间 准备我们自己 如果你不喜欢有Version 你有别的Version 那也没关系 如果你没有用这个应用程式 你有其他应用程式 其实都可以的 我要求所有的主书学老师 等一下你们上课的时候 一会儿你们上课的时候 帮我鼓励一下你的学生 都鼓励一下你的学生 我鼓励我们每个小组的组长 鼓励每个小组的组长 在你们这个礼拜小组的时候 在这个礼拜小组的时候 帮我鼓励鼓励一下 帮我跟他们的组员讲一讲 提醒一下 提醒他们 让大家都把它下载了 大家都下载这个圣经 下载之后还要看 他到底有没有进入这个读经计划里面 下载之后 就要帮我看一下他们 有没有进入这个读经计划里面 这个读经计划很好的 这个读经计划很好的 有一个地方会提醒你 有一个地方会提醒你 每天提醒你的 我的是每天早上八点钟 我教定了每天早上八点钟 每天早上八点钟 他就会跳出一行字来 你读了今天的圣经没有 每天早上八点钟 就有句话跳出来了 你今天读了圣经没有 如果还没有的话 就赶快回个儿子 如果还没读 赶快追上去 继续来读 追上去 一年读上帝的话 一年一年 没有读上帝的话 弟兄姊妹 当一个教会 每一位弟兄姊妹 开始读神的话的时候 上帝就开始跟你说话了 所以第一阵节目 因为教会 每一个第一阵节目 每天要读圣经的话 神就会对我们 你的灵性就成长了 你的灵命就会成长了 你自己就懂得 怎么样去了解神的心意了 你自己就可以晓得 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了 好不好 好不好 年长的弟兄姊妹 好不好 年长的弟兄姊妹 年长的弟兄姊妹 反应很快的 年长的弟兄姊妹 其实反应最快 他们常常在读圣经 他们常常在读圣经 所以年长的弟兄姊妹 带着我们大家 一起读圣经 年长的弟兄姊妹 带着我们一起读圣经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我要邀请弟兄姊妹 来参加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 一个教会的健康 不是看崇拜有几个人聚会 一个教会的健康 不是看崇拜有几个人聚会 一个教会的健康 是看祷告会有几个人在祷告 一个健康的教会 看祷祷会有几个人在祷告 我知道你们说我在祷告 我知道你们说 我在祷祷 我知道 好多人的祷告就是早安晚安 跟三分饭说谢谢你 很多人祈祷就是跟神讲 早晨晚晚安 三餐饭多谢你 另外一个祷告就像彼得的祷告 主啊救我 有个祈祷就好像彼得祈祷 一样主下救我 碰到危机的时候 不用牧师鼓励你 你都自动自发地说主啊救我 当有危机的时候 根本不用牧师提你 自己都会自动自发 主下救我 但是这都是有必要的祷告 这些都是有必要的祈祷 但是如果没有危机呢 如果没有危机的时候呢 还祷告不祷告 还祈不祈祷啊 祷告只是你的护身符 结果祈祷变成你的护身符了 但是祈祷是很丰富的 祈祷不是解决你的问题而已 祈祷不是只是来解决你的问题 祈祷是认识神 祈祷是认识神 祈祷是敬拜神 祈祷是敬拜神 祈祷是聆听上帝 祈祷是来听神的声音 祈祷是透过圣经的话 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祂 祈祷是透过圣经的说法 回到神的面前敬拜祂 我们对祈祷的认识 非常非常肤浅 有的时候我们对祈祷的认识 真的很夫妻 包括牧师在内 牧师也是 我们对祈祷的挣扎 不单是弟兄准备挣扎 牧师也挣扎 祈祷这个挣扎 不单是弟兄准备挣扎 都是牧师的挣扎 因为祈祷真难 祈祷真是难 你听讲到再辛苦也好 四十五分钟挨过去了 至少听到一两句有用的话 听到多难 四十五分钟挨过了 都有一两句 拿到回家用 但是祈祷呢 就是全都是努力 你付出 你不一定得到什么东西 但祈祷你一直努力的付出 但可能得不到些什么 但是没有祈祷 教会就没有力量 但如果没有祈祷 教会就没有力了 没有祈祷 弟兄姊妹 你也没有力量 所以如果没有祈祷 所以我们常常陷在试探当中 所以我们跟人的关系非常紧张 所以我们跟人的关系非常紧张 我们不肯道歉认错 我们不肯悔改 不肯谦卑下来 因为你没有祷告 祷告是上帝改变你心的时候 祷告是上帝要求你跟他对齐 愿你的旨意成就 而不是我的旨意 祈祷就是让我们的心同神 有对齐与神 愿你的旨意成就 不是我的旨意 生命的改变跟祷告息息相关 生命的改变和祈祷是息息相关 所以请弟兄姊妹 礼拜三晚上来祷告 所以请弟兄姊妹礼拜三晚上来祷告 我知道有的人住得很远 我知道有的人住得很远 你们住到Santa Monica去了 住到Santa Monica那边 住到Douson Oak去了 住到Douson Oak里面 我都很同情你 那么你一个月来一次就好 你一个月都起码来一次 其实你真的住这么远 你在家里祷告就好了 如果真的住那么远 在家里祈祷 但是多数的弟兄姊妹 都住在我们附近 这个车程大概15-20分钟左右的 但是相信大湾 等于是住在距离教会车程 15-20分钟的范围里面 你说我在家里祷告 我家里祈祷 我的经验告诉我 你在家里祷告 多数是没有祷告 但我竟然告诉你 你坏在家里祈祷 但多数是没有祈祷 因为祷告太难了 因为祈祷真的难 没有人一起祷告 那个祷告的火烧不起来 如果没有其他人一起祈祷 祈祷的火抵不起来的 所以我们邀请弟兄姊妹来祷告会 所以邀请弟兄姊妹来祈祷会 我们尽量把祷告会做得好 我们尽量把祷告会做得更好 我们尽量使祷告会 让你来经历上帝 让你尽量祈祷会里 让你来经历上帝 让你尝到什么叫做一个福星的祷告 让你来经历到一个福星的祈祷 所以请弟兄姊妹一定要来祷告 所以请弟兄姊妹一定要来祷告 因为没有祷告 我们教会没有力量 因为没有祈祷 我们教会就没有力量 我们教会很多活动 我们教会很多节目 我们教会很多节目 但是我们教会力量不够 但我们教会力量不够 因为祷告不够 所以请弟兄姊妹 特别是住在教会 20分钟30分钟车程的弟兄姊妹 礼拜三晚上来祷告 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 特别住在教会 20-30分钟车程之内的 要来祷告 有些下班的时间很晚 有些下班的时间很晚 有些下班的时间比较慢 有些真的是有困难 有些真的是有困难的 但是你至少一个月来一次好吗 最低限一个月来一次好吗 我们需要你跟我们一起 把祷告的火燃烧起来 我们需要你来和我们一起 把祷告的火点起来 我们的教会才能够有力量 来一起的侍奉主 我们教师有力量来一起侍奉主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八节说 我愿男人无愤怒 无争论 举起圣戒的手 随处祷告 提摩太前书预了第八节那里说 我愿意男人无愤怒 无争论 举起圣热的手 随处的祷告 好像意思是说 男人如果不祷告 嘴巴就随便 像这个蟹肚子这样 到处伤人 我们好像讲到这些男人 如果不好 你祈祷 嘴巴就会 好像剑那样伤人的了 如果祷告的时候 那个嘴巴就不会去伤害别人 如果用来祈祷 嘴巴就不会伤害别人 因为祷告的话 祷告出来 你至少对上帝还礼貌一点 对吧 因为你祈祷 嘴巴 说祈祷的说法 对神起码有点礼貌 对吧 我们经过祷告以后 那个嘴巴也比较 像是奉献给上帝的嘴巴 说出一些造就人的话 我们祈祷 用嘴唇 祈祷的时候 这个好像奉献给神的嘴唇 说一些造就人的说法 你不用上卡奈基的 那个说话的艺术 你来跟我们一起祷告 你讲话就有艺术了 你不用学那个卡内基 讲话的艺术 你来跟我们祈祷 你讲话都好了 不但是 那个圣经要求男人祷告 圣经不单要求男人祈祷 在《使徒行传》第16章 《使徒行主》第16章 告诉我们这个保罗 去到菲律比的时候 讲到保罗到菲律比的时候 他去到城外 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在城外有一个祈祷的地方 那是一个妇女的祷告 这个是妇女的祈祷的地方 女底亚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不单是弟兄们 圣经要求你祷告 姐妹们 圣经里面也有祷告的榜样 所以不单是弟兄们 圣经要求你祈祷 姐妹们的祈祷 圣经都有榜样 我是很认真的 我是很认真的 我做事喜欢认真 我是很认真的 要求你跟我们一起读圣经 我很认真 因为大家跟我一起读圣经 我也很认真的要求你来一起祷告 要很认真 要求大家一起来祈祷 不是要使祷告会的人数增加多少 我们不是说要祈祷会的人数增加多少 这是一个很大的恳求 就是我们需要祷告 来建立主的教会 这个是很大的狠求 就是我们需要祈祷 来建立神的教会 好吗 好吗 比较勉强一点 好像勉强一点 刚才比较快一点 这个比较大 刚才读圣经 我会快很多回应 了解 了解 我们都明白 祷告真是不容易 祈祷真的不容易 你就从第一步开始 从第一步开始 你先一个月来一次 最大限一个月来一次 等你尝到祷告的甜味 等思维之后 你再继续多一 你来尝试祈祷 这种甜美的滋味的话 你会继续来 我们做牧者的 做知识的 做职员的 我们尽量都来 我们做牧师 做知识 做知识的 尽量都来 以身作识 做老师的 做组长的 以身作识 做老师的 做组长的 以身作识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会众就一起来祷告 当我们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会众就一起来祈祷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福心的心灵 来建立一个 蓬勃的教会 我们一定有一个 福兴的心灵 来建立这个 蓬勃的教会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啊 我们回到你的面前 天父啊 我们回到你的面前 我们像主说主啊 我们需要一个 更大的福心 主要我们跟你说 我们需要更大的福兴 从我们这种 美国中产阶级 生活方式的那种 舒适的里边 能够有一个 更蓬勃的信仰的经历 我们希望在一个 美国中产阶级 这种很舒适的生活环境里面 但我们还没有一个 更蓬勃的 属灵的一个福兴 我们承认我们的部主 可以承认我们很多的部族 我们祷告部主 我们祈祷不够 我们读神的话部主 我们读神的话不够 你帮助我们今年 能够大家一起走 一起鼓励 一起成长 你帮助我们 在今年大家一起走 一起鼓励 一起成长 借着祷告 借着神的话 你福兴我们 借着读神这段祈祷 你福兴我们 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是热烘烘的来敬拜 来服侍上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很火热的来到 敬拜 奉靠耶稣的名祈祷 奉靠耶稣的名祈祷 Amen 我们下期见